台美日安全对话研讨会 14号登场 针对川普挑战一中政策 与会的希拉瑞幕僚选曼强调 选曼还说 始终强力支持台美关系 美国也认为 非常重要 无论国会议员 不过出席的美国国会议员 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主持人陈唐山反驳 在上海公报里面讲得很清楚 中国跟美国从来就没有承认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政策中心台湾真的好尴尬 报导